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新缩曲 好 今天我们仍然是继续来谈谈有关审判这个题目 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什么时候该下判断 什么时候不该 只有那些负起领导责任的人才有权去做审判 如果没有治理权的就不能审判 我们也看到最高审判的权是在于神 只有神才能做最公平和最正确的审判 除了神以外 耶稣也有权去审判人 因为这是父交给他的 在教会里头 责任权柄审判和被审这四件事情呢 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要不是生活在权柄之下 那我们就是在行使权柄的人了 身为灵魂的牧者 是有责任监管和纠正走错路的弟兄的 那么不过我们要注意了 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是不是得到审判的这个权柄 好 以下我们要看的就是最后的审判了 我们首先来看看罗马书的十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 这是讲到最后审判的 神怎么样审判地上的每一个人 保罗在这里这么说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你要注意了啊 保罗所指的我们是谁呢 那并不是非信徒 而是指的信徒说的 这个审判呢 是为基督徒而设的 因为保罗所称呼的是弟兄 你注意了 他称呼的是弟兄 而这个审判呢 并不是为了定罪 因为一切在基督里的人是不被定罪的 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一到二节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圣经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所以说 基督台前的审判 并不是永生与永死的裁判 因为我们借着耶稣 已经得到了拯救了 但是基督徒 仍然要面对审判 而圣经明明的说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这个意思就是 神要首先审判信徒 然后才是不信的一般人 在世人还没有受审判之前呢 信徒要先在基督面前 接受审判的 好 我们现在就接着看罗马书 第十四章的十到十二节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妻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 到审判的时候 我们再没有借口 借词 因为一切的事都不能再隐藏了 这是十分严肃的时刻呀 每一个相信了耶稣的人 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 接受最后审判的 正因为这样 我们就没有权去审判 任何的信徒了 我们不能论断 任何信徒的生活和行为 因为这个权柄啊 是属于主的 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三节 圣经这样说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 谁也不给弟兄放下 绊脚跌人之物 那注意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对弟兄不好 不对 我们就要为这件事情 受到神的审判的 神必要为此审问我们的 那记得耶稣怎么样说吗 他说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漠石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沉在深海里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将来所要面对的审判 是极之可怕的 那另外还有一段很相似的经文 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 在新的圣经里头 最少有两次特别提到 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 今天呢 我们很少听见有关审判的信息了 这是不够的 因为这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真理啊 现代人不爱拘束 或者说 他们不愿意受到任何事物的拘束 他们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想做就去做 但不愿对自己所做的负责任 然而圣经却明文的告诉了我们 个人的行为都要显露在神的面前 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 好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十节 经文这样说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那注意了 是每一个人都要为着他今生所行的 在神的面前交账的 而我们所做的 在神的面前可以归纳为两类 那就是善与恶 因此到将来审判的时候 我们一切所做的都会有一个结果的 不会不了了之的 或是善的或是恶的都必须有他的分类呀 凡是不荣耀主的神都不能悦纳 只有那些我们为了荣耀主而行的事 才有永恒的价值 因此圣经就勉励我们 无论或是吃或者是喝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原则 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一节 圣经说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好今天呢 我们的生活应该时时刻刻的 应该是战战兢兢的 因为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要交账啊 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小心谨慎了 那既然神是最终的审判者 因此这个权就不在于我们的身上 也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没有权去衡量别人 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权去论断自己 我们不应该常常想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人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这样的判断只有神才有权这样做的 那么我们有责任审判什么呢 我们可以审判谁和判断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应该从自己开始了 不错 最终审判我们的只有神自己 但是我们也应该用神的话 用神的话来省察 或者说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 特别是当我们守主餐的时候 更要如此了 格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圣经说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 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你看啊 圣经是非常严肃的向我们宣告的 保罗提醒我们 在守主餐之前 守主餐之前 必须首先要省察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如果胡乱的领受的话 就会招致危险了 这里说有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这是十分严重的可怕的事 因为神要审判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 警察了自己了 神就不必再审问我们了 因此我们要用神的话语 来审判自己的言行 那虽然神给了耶稣这个权柄 可以审判 但是耶稣仍然是以神的话 作为标准来审判我们的 可见神的话语是最高的权威 我们审判自己的时候 也是以神的话语作为标准的 准则的 如果我们先以神的话来审判我们自己 我们就不会被定罪了 这是指我们在行为上的审判 但是最终的审判呢 仍然是在于神 那么在教会里头又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服从那些有权柄的人呢 基本上来说 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服从在教会做领袖的人 服从他们的权柄 不要反叛 当我们服从这些权柄的时候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和行为 就必须要负责任了 我们不是把一切的责任 都推到那些做领袖的人身上 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我们服从在上掌权的 那只是让他来有份参与和分享我们的生命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或者难处告诉他 请求他辅导帮忙指正 好让我们得到指示 可以参考遵循而已 圣经说 他们是监察我们的灵魂的 我们自己也有应该负上的责任哦 首先 我们必须要清楚 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做最后的审判 这就包括了别人的行为品格 和我们自己的行为品格 我们都没有最终的审判权呢 我们一生最后的审判 那是在于神 只有神才能做最后的审判 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啊 任何人都不能胡乱下判断 这是圣经警告我们的 因为到了将来 神必要把一切隐藏的事 在黑暗当中行的事 完全都显明出来 神不但要审判我们的行为 更要审问我们的内心 而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权呢 因为神就是真理 他以真理来审问我们 显出我们的本相 我们是没有权审判别人的 甚至没有权审判我们自己 保罗自己所抱的态度 也是这样的 他不下任何的结论 只等神做最后的审判 他不只是一次的讲到了 那我们必须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不但是非信徒要接受神的审判 就是信徒也要的 而且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的 我们每一个书主的人 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 为着我们今生所过的生活 要回答神 所以永恒的审判 是基督教教育当中十分重要的 只是可惜今天有许多人把它忽略了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想到 将来要见主的面 要在主的面前交账的话 现在的生活也许就大不一样了 那么到底我们在哪些事情上 有责任去审判 而我们又可以审判什么人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神的话是我们用来审判自己的标准 我们不是以自己的感觉 社会的看法 或者是自己的眼光 来做审判的标准 我们乃是以神的话语 以圣经清楚的教导 来做审判自己的标准 保罗在讲到守圣餐的时候 他强调人应当首先自己要省茶 然后才可以领圣餐 那我们以什么来省茶自己呢 是以神的话语了 圣经说 我们若是先省茶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如果我们不省茶 那么神就会审问我们了 保罗提到 神会借着疾病和死亡 来审判那些不省茶自己的 格林多的信徒 因此信徒是有责任去审判自己的行为 和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了 那到底我们跟别的信徒之间 有没有心存一些嫌隙呢 那我是不是容让苦毒存留在我的心里头呢 我有没有说别人的闲话坏话 或者是讲一些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话呢 我们是有责任审问我们自己的行为的 除了要省茶自己之外 跟着我们看的就是一个身为丈夫和父亲的 他有责任去审判自己的家 好 我们来看看圣经 提摩泰前书三章四节 这里讲到做长老的资格 长老就是治理教会的人咯 提摩泰前书三章四到五节这么说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注意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呀 那就是一个人的家 足以证明他在其他方面的工作的能力了 如果他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家 他就能够做群众的领袖 如果他连自己的家的搞得不好的话 就一定不能做群众的领袖了 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男人在家庭当中的地位 和长老在教会中的地位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两者同样是管理 因此同样是有审判的责任呢 身为丈夫和父亲的 应该负起怎么样的责任呢 那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没有权对任何人做最后的审判 因此作为一家之主的 也没有权对妻子或对儿女做最后的审判 定他们的价值 只有神才有最后的审判权的 那么丈夫和父亲有什么审判权呢 那我们所关注的仍然是行为方面的 做父亲的是有责任去监管孩子的行为 看看他有没有做错的时候 如果有做错了 那就要他们停止并且要接受纠正 这是为人父亲的责任了 因为错误的行为会损害他们的人生啊 所以父亲有责任去纠正他的子女 为要使他们能够健康成全 得以不断的成长 有一个健全的良好的人品 如果孩子的行为是破坏 或者是损害家庭的秩序生育的 这也是作为父亲的人的责任了 因为他要为神所交给他的 将来在神的面前要交账哦 如果孩子在陌生人面前没有礼貌 不守规矩 那就证明这个做父亲的 还没有发挥到他的功能 因为怎么样的父母 通常也会产生怎么样的孩子的 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了 好 同时做父母的也要小心 避免虚伪的行为哦 很多时候成年人会因为礼貌的缘故 而在他不喜欢的人面前呢 也装作是喜欢的 他们微笑的面对所不喜欢的人 但是孩子就不会了 所以孩子的粗暴和无理 也许正是反映了他们内心真正的感受 所以才有这样的态度啊 做父母的会掩饰 但是孩子却是不会的 但孩子一旦发觉父母言行不能够一致的时候 对父母的教导就会感觉到无所适从了 除了在家庭里头可以实行审判之外 另外一个责任那就是对教会 教会其实就是由信徒组成的 而教会的领导人或者说领袖吧 是有权审判他所领导的人的 好 我们来看看圣经 希伯来书的十三章 十三章第七节 圣经这样说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第十七节又说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由此可见教会的领导人或者领袖吧 是行使权柄和执行纪律的 如果领袖们不这样行的话 他就失职了 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 也讲到长老的案例啊 他们就是教会的领袖 是身居要职的 也就是重要职位的意思 这个要职 也是责任重大的 没有领袖的教会 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教会 那这是我要你特别注意的 那不过讲到这里了 我要补充说明的就是 如果在弟兄姐妹中间呢 还没有领袖的话 肢体们就要横切的祷告了 求神领导 也求神给他们智慧 如何去选出一位很适合的人选来担当领导 或者说领袖 好 接着下来我们回到主题了 继续来思想有关审判的责任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教会里面的审判 教会的审判权 不只限于教会的领导人 而是整个教会都要负责任的 这个所指的教会啊 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这就好像世俗的政府一样啊 使徒行书的十九章也用教会这个词 来形容以赴所成的政府啊 换句话说 教会的本质就是一个有政府的组织 因此教会虽然有它的领导人 但是教会本身呢 是有责任去实施审判的 新月圣经在讲到我们有责任做审判的时候 他所用的字眼是我们 你注意了 是我们 表明不是一个人的有这个权的 不是个人可以拥有的 那是整个教会的 也就是说啊 我们在做审判的时候 是整体去做的 而不是个人的意见 而是以整个教会成为一体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吧 看我们所得到的审判权 到底可以达到什么范围 那这是教会整体的行动 是全会中一致的 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 来看一看教会对信徒所具有的审判权 那同样的 今天我们作为教会的信徒 我们的行为也是受到教会监管的 这一点呢 我希望你是明白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 一到五节那说 风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 并不哀痛 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 心却在你们那里 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 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 我的心也同在 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那你注意了啊 保罗以使徒的身份去实行审判 然而他仍然要求教会的认可啊 因此他要写信给格林多教会 说明他自己的看法和决定 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罪 而保罗所加的审判 只是极严厉的 要把一个人交给撒旦啊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也许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不过从某一方面来看 撒旦是世界的王 当一个人不再与信徒有关联的时候了 他们就是转向世界 而这样的结局就是最可怕的了 所以人被赶出神的家 与信徒断绝交往的时候 从一方面来说啊 他就是被交给撒旦了 到底是什么严重的罪行呢 引起了这样的一个收场 是淫乱 那我们看第五章第九节 经文这样说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保罗吩咐信徒啊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或者贪婪的 或勒索的等等的 都不可和他们有交往的 保罗并没有审判世人呢 因为审判世人不是他的责任 他只是审判神的家 审判信徒 而他将来是要为此交账的 十一节保罗更说了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或败偶像的 或辱骂的 或罪酒的 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你可能问了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某某人自称他是基督徒 而我们又和他扯上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是向世人表示说 我们觉得他是基督徒 但是这样对世人来说 是一种欺骗了 因为真正的基督徒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此为了向世人 有坦诚的交代 我们不能与这样的人交往了 免得世人以为 这个人是基督徒 当然了 这样做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教会实际上 也是应该严格的执行 这样的纪律的 那今天 教会在世俗风气 日渐低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或者说世代当中吧 又何尝不是有这等淫乱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必须要正视存在于教会里面的一些罪恶 彻底的对付和清除这些属世的东西 教会生活在世界当中 这是不能够避免的了 但是千万不要让世界存在于教会之中 我们要把世俗的事情从教会里头赶出去 这是一场必须要不断打下去的仗 而且是应该要必须要打胜的一场属灵的征战 好 我想提醒一下 现在我们国内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 现在有不少的教会的一些甚至是领袖吧 已经被世俗的一些风俗所感染了 开始有些人说 哎呀 现在让我出去做生意吧 做两三年赚点钱回来 然后再侍奉神 开始第一步为金钱 有了金钱 有些就犯淫乱了 有些人呢 甚至不择手段的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这一项的事情的确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我希望我们教会一定要严格的执行纪律 按照保罗的教导 把那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人 我们要把他赶出教会 免得神的名受到亏损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再次提醒你 如果你想得到圣经自修课程这本小册子的话 欢迎来新索取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